大陸籍的王姓男子 他乘着橡皮艇 闖进了林口海域 虽然他声称是投奔自由 但仍然不排除试探路线 试图要找出台湾海防 弱点的可能性 而目前这名男子 已经被裁定积压境界 两位炮轰海徐鼠设备不足 让海防出现破口 不过学者也说 民进党政府 自诩民主自由的阵营 性行做法却是拒绝大陆人投诚 这个政策根本是自相矛盾 6月才有自圈 在解放军服役过的 大陆潜舰舰长 开快艇直闯淡水河 如今才过三个月 又有一名31岁王姓男子 陈相比艇直闯林口海域 两次都挑过军事演习要地偷渡 且都选在年节假日前 军事专家揪出其中猫腻 敌人突起伤害 一定会选择你防备 最薄弱的时间 就是休假日 英国海滩是我们红色海滩 它可以实施斩首作战 它可以有一艘来试探 那下次来讲 会不会就是10艘 两次都让大陆民众 从军防药地登陆 轻松就能指导台湾震惊中枢 再也担心我海防能力太差 成为我国安一大破口 不断地发生快艇 橡皮艇 长驱直入的事件 海巡署才说 要全面地建置 红外热线仪跟无人机 根本就是海巡署 同人释手空拳 守海防 究竟大陆人连番偷渡来台 是想投奔自由 还是渗透台湾 军事专家认为 应该料敌从宽 其实两岸关系紧张 处境之下 常有大陆异议人士 在台转机时 想寻求政治庇护 但大多都被要求离境 学者认为 这显现民进党政府 政策矛盾 狂海抗中又拒绝 大陆人投诚 这个跟自询为 民主自由 人权捍卫者的民进党政府 表现的是大象征庭 放在嘴巴上的抗中保台 人家来寻求政治庇护 或是保护的时候 不想得罪北京当局 两边真的是很矛盾的 我们既然强调 要跟全世界民主阵营 走在一起 那大陆的人来这里 投奔民主 为什么我们又不敢接纳 大陆人投毒来台成功 凸显我海防破口 前送离台 也凸显政府两岸政策矛盾 有效化解两岸旗舰 缓和紧张局势 恐怕才是两岸问题 最佳解放